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2年4月2日 阿德莱德连恶斗墨尔本胜利 周六下午 澳直连继续有M直播赛事上演 两支难兄难弟队伍 阿德莱德连与墨尔本胜利展开交战 两队目前都处于不胜当中 双方近况同样未尽人意 此番哀兵相遇何谓慎浓 阿德莱德连之所以能排名联赛上半区前列 主要是受益于比其他球队多踢比赛 目前20轮战霸取得7胜7和6负机28分排名第三 不过与前二积分相差较大 短期内肯定无法更上一层 而身后威灵顿凤凰和迈克阿瑟FC等队在虎视眈眈 阿德莱德连急需胜利来稳固位置 然而不利的是 阿德莱德连在近期毫无状态可言 面对防守一般的西欣尼流浪者和中岸水手 只由C高特云攻入一波 从而近三轮联赛仅得一和二负的不胜战绩 值得留意 近二轮位有进球的比赛 是阿德莱德连经济联赛至今首次连续出现这种状况 C高特员 指素杨矢和G不利活等射手需要尽快找回最佳状态 阵容方面 门将G股四上占领到红牌亭赛受罚 而后为安歇尔因商必战 墨尔本胜利已经好久没有输过比赛了法定时间内 包括亚冠联赛内 球队已连续七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今生 其中目前正处于连续五场和波之中 最关键的是 过去六轮联赛里 球队单场最多支失一球 当然了 单场紧入一球的攻击线也是常态 不过也需要正是一个问题 例如在过去一段时间里 无论是先失球 还是先入球 墨尔本胜利最终总会与对手言和 可以反映出球队安于现状 更加需要注意的是 墨尔本胜利上一次联赛做客取胜 还要追溯至去年12月中 自那之后球队连续五场联赛做客未尝胜计 因此墨尔本胜利此行需要打醒12分精神 阵容方面 后卫2米兰达上占领的红牌停赛受罚 前锋罗比古斯因商缺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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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